小八 刚说我的发型 我发好几把发型了 我说小周 这个发型还要几百块 看不出来 这样子 那么一个一个摘下来的 方便吗 这样子吗 这样子 那个等下你那样子播 等下你播到空格了 等下怕有的没播到 对啊 把这个烂掉了 你知道这个豆子哪里的吗 豆子 是不是阿姨 叔叔阿姨给的 对啊 叔叔阿姨还挺好的 他经常的菜都会给我们吃 是吧 哎 亲爱的小八姐还有鸭子 在这里干啥呀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 我走到后门进来的 是我们坐这里怎么没看到你呢 对啊 小峰呢 小峰在里面剪视频呢 对 这里面剪视频啊 对 那么 要不要一起播一下豆子 可以啊 我也正有此意啊 那你要搬凳子 没事 我蹲着 哎呦 这样不好玩 师傅说的蹲着更接地气 我觉得坐地板更接地气 坐地板就算了 我爸有蚂蚁 来来来 给你坐吧 没事没事 我蹲一下 坐没事 不要不要 我去搬一个吧 等一下 你们 我看的视频不是去你丈母娘家了吗 对啊 昨天晚上八九点才回来的 哇 这么晚啊 嗯 路上堵 堵都是 堵 去也堵 回来也堵 肯定会堵 因为国庆比较堵一点 是 修路有一段附坑高速 浙江交界的地方 修路 就好堵 你家小朋友会不会开车 不会 我想今年看能不能给他报个名 考驾照 我还以为你要去帮他考 吓我 那怎么行啊 好玩吗 你丈母娘家 还可以吧 其实他那边景点挺多的 但是我以前都到过了 所以这一次主要就是陪伴一下父母 对 就是这样子 没出去玩 是 我看 也是福建的是吧 不是 浙江渠州 这叫渠州 嗯 就跟我们江西交界了 对 小猪 这个一看就是个假粉 人家他老婆是浙江的 你怎么来个福建的 你不是假粉是啥 我记错了 因为我跟鸭子认识时间不长 所以说一下子没有理清小公子哪里的很正常 我看你视频 你还挺孝顺 还给你老丈人懒头发 对啊 那是必须的嘛 我们中华传统美德 说到懒头发好像小猪 所以今天你的头发好像比之前黑 感觉今天的发型比我还帅了 那必须的 必须比鸭子帅嘛 鸭子 请问你这个有发型吗 除了长得像个我就是我 你看那有点算了 放两个鸭蛋 你要不要弄一个 不要 我算了吧 前段时间到烫了 然后发型也没了 所以说变成这样子 估计可能要等到头发长长一点了 再来弄吧 炒干 把镜头怼到我们这位帅气的小猪脸上 看一下他 我总感觉你这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什么情况 是不是更像精神小伙了 对 因为我今天特意到你个爸 我想着说这么多天没见师傅 没见兄弟姐妹是吧 十位小店是不是 对对对 要搞得精神一点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鸭子有没有发现 老实说有没有去做美容 没做美容就是这 嗯嗯嗯 这眉毛感觉不会太一样了 怎么这眉毛会跳舞 对呀 嗯嗯 你不会吗 你来一下呗 我只会这样 鸭子里呢 你看都不会 你这眉毛 是不是搞了一点什么神奇的呀 没有搞神奇的 我自己用修美刀修了一下 标准吧 你还修美呀 对呀 要不要我给你修一下 算了我本来就眉毛都没有 大家本来修一下眉 真的一点眉毛都没了 真的叫眉毛了 小巴 嗯 刚说我的发型 我发了好几百发言 好几百发言 小周 这个发型还要几百发 看不出来 拿拿剪刀 我帮你剪 免费的 我不要 你剪的不行 你一剪刀的时候 鸭子万一单身一辈子怎么办 说这种不发财的话 真的是 我爱娶老婆呢 对呀 我的意思就是人家爱娶老婆 这个形象很重要 那你就怎么能确定我给他剪 就不会有形象 你不是作业的呀 对呀 鸭子 你这个发型唱得像鸟窝一样的 还要几百块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不要带你去弄一下 我不要 我这个智能熟得好看一点 你看我们小周这个发型 你看帅不帅 白志们 不帅 没有小周你应该搞个眼镜来戴 眼镜一戴 谁都不爱 搞个墨镜 对呀 等下人家说我装逼了 不能这样子 到时候个个都说我飘了 不会的 说这个 小八姐这些豆子都搞好了 晚上不会就吃这一个菜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好像没活干了呀 对晚上就吃豆子就好了 我来了你就让我吃豆子 我们江西不是有那个风俗说吃豆子 多子多孙多福 所以说要多吃豆子 晚上就是豆子叶 好 真的煮的炒的 绿色食品 对 美丽又健康 小八姐先吃一个 一起吃 来 干杯 不错 鸭子 我忘记你了 来 鸭子 给我一个空格 那好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